大家帮我订阅三处时代 大家帮我订阅三处时代 跟着姐包裹你吃香喝辣 陈思琳 思琳姐 剩下的 这都是你的问题 是不是是你的问题 把工作丢给工读生 实在是 太忍性了 三处时代 环境差不多就是这样啦 工作内容都很简单 跟着姐包裹你吃香喝辣 他们没问题吗 司令只是也工读生 至少司令目前工作都做得还不错 我是相信他们 不然我把手上一点工作分给他们好了 这只是小偷懒 小琴姐说这些资料明天下午开会前 你要统整好运出来 明天下午 不用担心啦 一定做得完 这其实没有很多 好的 司令姐 给你 司令姐啊 这么简单的工作 你自己做不就可以了吗 统整资料有需要两个人吗 那我现在要做什么 剩下就是你的问题了 司令姐 我还要继续做吗 我来好了啦 你先自己早吃做好 接电话 你要干嘛 是是是 好 我知道了 拜拜 对方说提案资料有缺图喔 对方 是客户吗 提案资料是哪一个提案资料 缺图 缺什么图啊 呃 我不确定 我们有好几个提案客户耶 这样不知道是哪一份啦 你有留对方的联系方式吧 你再打回去问一下 再跟我们说 请坐 司令姐 我没有留到对方的电话 对方如果一直没有收到 他就会再打电话过来啊 别担心 别担心 陈思琳 你要叫工读生做事嘛 好 不要一直自己埋头苦干 这些工作分给工读生做嘛 我有啊 可是一毫哥说 剩下的就都是你的问题咯 爹里刚 工读生 只来一天都不来了 我就说了 你要带着他一起做嘛 而且你们整理的这份资料 措置一堆都没有来检查的 这么一滴的工作怎么可以 都这样啦 我还以为以司令的聪明伶俐 带信任一定没有问题呢 工作丢给工读生实在是 太狠心了 太狠心了 好啊 既然我这么烂 那我就不要做了嘛 高兴了吗 高兴了没 大家午安 你怎么这么晚啊 你不是不来上班了吗 我是家里有事 我有跟司令姐说会晚一点来 所以文件是 我们还没有检查文件耶 你已经拿去看了吗 没有 我刚才有稍微看一下 有一些小错误 再感觉到可以了 随便啦 反正下午我就去跟朱姐说 以后有工读生 你们自己带啊 没有啦 司令姐 我们刚才只是说说而已 以后啊 工读生来 我们也是会帮忙的啦 是没有需要告诉朱姐啦 关心 你要喝珍奶还是果茶 都可以给你客气吗 司令姐啊 她这么简单的工作 你自己做就可以了吧 你什么 你太好笑了 你怎么喝 你急吗 而且我要停下来吧 对 原来他要抖一下 对 不要说 不要说 他现在不害怕 他现在把这个层子翻掉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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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很大力 而且我是这个 大家好 我是张洋洋 我是小美 欢迎来到畜生时间 我们今天要念的这一则呢 是许先生的投稿 但是怕他就是如果用本名的话 在职场上面会有生命违宪 对 我昨天在看稿的时候 我心里就一直有出现一个 阿牛 在呼唤整个 对 好 那我们就用阿牛这个名字 来代替他里面的真实姓名 好 开始了 我高中读职校资助科 所以大一就到银行工读 实际报道之后却发现 我一个人要做四个部门工读生的工作量 操阿牛 某天上班到一半 感觉很客骨赖 对 客服科长把我叫了过去 弟弟啊 我需要一份简报 呈现我们客服部这一年来的绩效 我待会给你Excel档 A同事会跟你说 这些数据跟文案代表的意思 你就负责做PPT就好 于是当天我下午就交出了第一版 阿牛 你做着什么 我看不懂 你有招A同事教你的做吗 我不要这么仔细的东西 我明明就照着A同事说的去做了 当我向A同事再次确认的时候 他也表示 以前就是这样做 不然我们换另外一种做法好了 结果隔天我交出第二版的时候 阿牛 你这个PPT还是不行 这个项目的数字呈现不到50% 代表我们绩效不好 为什么这个项目绩效这么差 你可以改一下吗 靠 绩效差是你的问题吧 怎么会问我呢 最后主管决定自己删减数据后交上去 结果上面的老板说 为什么数据这么简陋 到底有没有用心做 就列出了一些项目要求我们加进去 我一看这不就是我第一版做过的吗 果然隔天交出去老板非常的满意 事件二 C金办是一个做了十几年的老鸟 每天早上十点就开始用公司电话 打给外面的朋友聊天 就这样聊到下班 也没做什么事 天哪 薪水小刀非常的厉害 某天我收到了一张下个月兑现的30万支票 因此一如往常的 我交给负责的C金办 他却跟我说他没印象签收过这笔支票 很快主管们就知道了 我不管你有没有印象收到这张支票 现在马上就给我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不然会有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 我只是一个公读生 我自己找过了一遍 确定没有在我这里 我只好先跑完其他部门的工作 当我回到位子的时候 我抽屉的所有东西都被倒在桌上 我含着眼泪收拾完一切去跟主管说发生什么事 我帮你找支票 但也没翻到 弟弟 现在就是你的问题 搞得C金办还要去跟对方公司周旋 人家从年轻做到结婚生小孩 我在这边做主管五年而已 我怎么去管他 我大傻眼 你是主管 你管不通他 此时的C金办依旧打着电话聊着天开心得很 有同事看不下去帮我说话 说上个月的确有看到我把支票交给了C金办 一直等到我们说得差不多了 C金办才挂掉电话过来 声泪俱下地说 他那里也没有支票 这几天我吃不好 睡不好 担心这样会影响到公司的幸运 我应该要怎么办 后来公司虽然处理好这件事 但其他部门的主管却开始会用嫌弃的眼神看着我 因为C金办几乎告诉公司 所有主管说我把支票搞丢了 我知道我不能哭出来也不能提离职 不然我就输了 派遣合约的最后一天 主管跟我说没办法继续签我 未来工作的时候要多信心一点 天哪 我完全听不下去 气死 我真的在演到主管的台词后 演到头很痛 我觉得那个支票这一次 你不知道他最后着落什么 其实我蛮担心的 阿牛我告诉你 你赢了 如果公司牵你的话 你就不是开心的牛 你要去奔放你的未来 奔放起来 阿牛 阿牛加油 做支奔放的牛 而不是被各个部门牵着的牛 偷出了 做支狂野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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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野的牛 我们这里要被剥枉的牛 作业 其实可以将 Renaissan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